我现在在黑龙江黑河的北啊 来干啥了你说 看我身后这台车了吗 来看看勇猛机械的作业 这是一台勇猛的双手哈 但是 来看作业为啥停着呢 给大家讲多点了 你要说讲啊 你得先从我身旁这口锅开始说起 咱看看他煮的什么 这一大锅鱼 那家伙 煮出来肯定好吃哈 那必须的 给大家讲多点了 你要说讲啊 你得先从我身旁这口锅开始说起 我朋友这个就是咱们这边的勇猛的洋商 不是来看车作业了吗 没啥停着了 还煮上玉米 这还没开始干活就吃上了 客人来了 今天上午啊 用货下地试试喝 因为今年第一道看看效果 现在验证完了 效果非常好 那包米又不能冷了 该吃咱得吃啊 来看一下包米 这头吧 原来用其他的机器和人工来作业 现在咱们勇猛收拾的效果 跟人工掰的二样不差 因为人工的破本就很低 咱们这每一棒 基本都保证得非常完整 基本没有任何的损伤 因为损伤之后 把这种包米特别嫩 你看 一按它就会出水的 如果它有损伤 它一定会看出来的 这包米叫它大姑娘 那不许的 也应该出水 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我们双手 试书哥出来的这个玉米棒 下面几乎是没存在破损 对 你能看到每一个都是这样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是从今天上午开始 收割了一样 对对对对 但是收割的效果呢 没得说 对对对 为啥没开始干 就是因为老板说 再等两天 来看看他的车 这是两排的勇猛的双手是吧 对对 是我们的四百七百笼锯的 大笼双行的机型 大笼双行 对 这是七百笼锯 这是四百笼锯 这是专门根据这边的 种植模式定的各台科学 对对对对 咱们来看到啊 玉米的破碎是很少的 和人工掰的差不多 差不多 那牛某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让我们原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破损第一的关键在于对刀 这是基本到最小的尖隙 损伤的地方就很小了 而且勇猛的对刀吧 能保证包米棒子是直着 坐在这的 没有任何的横摆 有横摆的时候 它会伤这个位置 咱们直着坐下来 它就走了 没有任何的横摆 所以说 损伤比较小 跟人掰的就很类似了 能保证接杆很顺畅的 就是说直着 进行摘碎 然后包米啊 没有任何的横摆 减少了伤腰 或者伤尖 而且吧 通过改装之后吧 保证连底部的子力都不损伤了 就基本把这个损伤的几率 就降得微乎其微一了 这边的鲜水鱼 其实之前没有这些机械的时候 都会有人手掰啊 对 手掰的话 应该人用辛苦效率还不高 对 勇猛的双手 自己想在这表现吗 表现得很好 因为我这些冷酷的老板 首先就看破损 破损低了 他们才敢用 辛辛苦苦种了一年低 如果收割过程中 都损伤了 相当于一年白忙呢 最主要是看重 他们是看重棒 对 所以勇猛的这种机器 在这种地方作业的话 本来就是一二三四五 大五行 是吧 对对对 本来就是大五行的话 收割效率也还可以 然后在保证棒的质量的基础上 那肯定是更是老板喜欢的 这个老板吧都想多重点 然后啊多赚点 但是吧 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收割 如果收不过来 两天时间 鲜石玉米就会变老 所以说吧 冷酷老板为什么喜欢他 因为他解决了他 整个全流程最后的一环 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按时把这个包米收回来 保证效益 要不然大包米就不值钱了 那我旁边的这位就是这辆 还有某的一个车主啊 也是坐鲜石玉米的老板 应该坐鲜石玉米 就快做了什么 嗯 这有十几万年二十年 十几万年二十年 原来鲜石玉米还是哪个 手摆 那天都是个手摆人工摆的 那人工摆效率不够 对 花钱不少 花钱不少 那现在的话都是采用机器手 您哪年开始用的 是今年新买 今年新买的 然后一买两台 买两台 一次买两台 一次买两台 还是有十粒啊 十粒 那个今天上午是 包括昨天是今天 今天就是四个 就是十几十六 一天半嘛 是吧 乔市 是 然后效果呢 常常来人给乔市 效果咋 效果仇的还挺好的 我看 我看这几乎每一个包 几乎都是完整的 都是完整的 这个效果对咱来说做先生 你是不是比较满意 比较满意 比较满意 行 我看您还是 您看您也是专业玩弄机的 我看医院里面弄机不少 大概还是比较有实力的 行 那您如果收获效果的话 您十分的话能打个几分 就目前来看 十分打 这时候再打几分半 几分半 行 那屏幕前的各位 如您所见哈 眼前的这两台勇猛的双收 今天上午都已经是收购完了 而且他都是一个老板的 唯独欠缺的就是玉米的成熟度 一旦玉米成熟 他就立马开始开壳赚钱 你说我都开了这么长时间了 就是为了等他那个玉米熟了 你看玉米啥时候熟啊 他这个大哥 15分钟往这熟 15分钟往这熟 好了 那个 基本上在北岸这块的一个勇猛的实际的 作业的情况 这套事 大哥那个包米啥时候熟啊 师傅 那就再拖延点时间 就飞飞的吃上这个包米 确实比一般玉米好吃 他这个口感是 没有那种颗粒感 入口即化 终于吃上了 心心念念的 黑龙江北岸这边的鲜石玉米 视频就到这 我再拿一个去